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演员与主持人 国籍也不限 第三季就出现前少女时代成员Jessica 郑秀妍 而最新第五季 极有可能邀请了Karen Nika Nika二月突然开通大陆微博账号 还亲切地用全中文向微博网友打招呼 上月底便有不少人目击妮可现身长沙机场 之后这几天的微博 IG近日发文都打卡了湖南 湖南长沙 让更多粉丝 网友更相信她是参赛了新一季 乘风破浪的姐姐 据传 乘风2024本月6日开录 大陆艺人七威 台湾艺人谢金燕与杨景华 泰国艺人麦等等都参赛了 粉丝与网友也都是靠着是否现身长沙机场 或在长沙活动来断定参赛与否 另外 Kara去年在马来西亚拍摄的 出道15年纪念团体综艺 不能只有我 Kara预计在本月底首播 Kara是KPOP经典二代女团 2007年出道2014年到2016年成员们陆续退团 其间加入了新人灵智 2022年曾各自在不同时期以Kara活动的成员 蒲奎利 韩生妍 妮可 江之音与许灵智破天荒和体庆祝团体出道15周年等于 后已首次出现的五人体制魁为七年回归 发行15周年纪念专辑 Move Again 感动粉丝Kamala 甚至无数二代团粉丝 而提到Kara 则不得不说到巨和拉 巨和拉的人生几乎从一开始就处于动荡不安中 她和哥哥还上小学的时候 母亲离开了 把他们交给父亲抚养 他们生活在西南部城市光州 此后不久 巨和拉发现 父亲再吞下了20多片安眠药 她的崩溃是源于成长的环境 巨号人这样评价她的妹妹 两兄妹搬到一个阿姨家 与她和姨父 他们年幼的子女一起生活 但巨号人说 他们总感觉自己是个拖累 她说父亲亲生未岁后 开始去各地的建筑工地干活 一年只回来三四次看望孩子 父亲通过巨号人拒绝了采访请求 后来巨号人搬到了另一位叔叔家 巨和拉仍然在阿姨家 并进入当地一个舞蹈学校学习 里面的学生都梦想着成为Kpop明星 在一部电视纪录片中 她回忆当时经常训练到夜里11点 就算生着病 流着鼻血 我都会去上课 她说 一旦不练习 我就会紧张 据号人说 在他们兄妹十几岁时 父亲突然又出现了 让他们收拾行李搬到首尔 在那里 他们见到了新的继母 他们已经多年没有母亲的消息了 在经过编辑的法庭文件中 他们母亲的名字仅写为宋女士 我们无法联系到她获得评论 巨和拉开始定期在首尔参加试镜 不到两年就被一家娱乐经纪公司签下 开始正式训练三个月后 她作为女团Kara的五名成员之一出道 Kara后来成为了顶级女子团体 作为综艺节目的常客 她经常与其他Kpop明星比试拳击 掰手腕或韩国民间摔跤 一些粉丝称她为剧巴比 2014年 她出演了自己的真人秀节目 Horror on Love The Gossip 这个节目让人有窥探她私生活的感觉 真人秀的其中一集 可能揭示了不止一丝的真实情况 她在家中招待一群化妆师 发型师和制作助理 做了一顿饭 她说 这些都是她最亲密的朋友 因为工作和名气 她可以信任的人很少 即使我们跟他们讲 又有谁能理解我们呢 据和拉说 对于社交媒体 据和拉似乎赞同这样一种理论 即任何关注都是好事 重要的是有多少评论和浏览量 她在另一集真人秀节目中说 他们在评论里说了什么并不重要 批评她的人有时很残酷 她做双眼皮手术后 上传了一张照片 结果遭到了评论者的嘲笑 Kara解散后 据和拉发行了一张个人专辑 但销量不佳 但她仍然经常出现在电视综艺节目中 2018年在一档综艺里 她认识了崔中范 一位在社交媒体上拥有众多粉丝的发型师 他们开始约会 崔中范还搬进她家 三个月后 他们分手了 当崔中范想回巨和拉家收拾行李时 她趁着她深夜熟睡 输入大门密码 对应他们第一次约会日期的数字 进入了巨和拉的家 巨和拉醒来后 两人开始争吵 身上都留下了抓伤痕迹 崔中范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自己的伤痕照片 并给一家名人新闻媒体发了一条信息 暗示她手上有关于巨和拉的黑料 代表巨和拉的首尔大型律师事务所 Shinting的律师迈克尔 张说 通过拍摄或让人知道这段视频的存在 她实际上是在拿自己作为明星的生计冒险 媒体得知这段视频后 事件引发了一场全面的狂热 崔中范告诉一家新闻媒体 是巨和拉自己录制了这段视频 并对另一家媒体说她性格火爆 巨和拉试图平息这种疯狂的热度 她告诉一家互联网新闻日报 她想道歉 并停止这场不雅的消耗战 他们作为曾经的恋人像小孩子一样互相泼脏水 在指控崔中范敲诈勒索的刑事案件中 巨和拉被安排出庭作证 在出庭之前 她于2019年5月在Instagram上发了一个帖子 我已经厌倦了假装自己很快乐 一切都很好 她写道 我不想让其他人担心 五天后 她发了另一个帖子 文字只有隐晦的两个字 再见 她的经纪人发现 她在家中昏迷不醒后急忙将其送往医院 当哥哥去探望时 她还在书养 但立刻就想查看手机 她说 她要找关于她的文章 对于她与前男友互殴的新闻 网友批评她性格可怕 即使是在普通的自拍帖子下面 也有人评价她长得不行 或讥讽说她以前的脸还好看点 崔中范最终被判犯 有袭击和恐吓罪 法官判处她一年监禁 她没有通过律师回应置评请求 首尔一家法院 在2022年由巨浩仁及其父亲提起的另一起诉讼中裁定 崔中范必须向巨家支付7800万韩元 约合42万元的和解金 在这个时期 巨和拉似乎将自己与少数几个她信任的人都隔绝开了 她是那种不会讲太多自己的苦恼的人 她把事情都放在心里 崔岚英是一位化妆师 她在巨和拉刚加入Kyra时就认识了她 甚至一度和她住在一起 但巨和拉在去世前的几个月里一直不与外界联系 崔女士也只能在新闻中看到这位名人朋友的烦恼 崔女士说 2019年11月 巨和拉准备去日本巡演 她在Kyra期间在那里积累了一批粉丝 她似乎振作了起来 会邀请随行人员共进晚餐 几天后不幸降临了 雪莉是一位直言不讳的K pop明星曾因不穿胸罩 出现在公共场合和谈论自己的社交焦虑症 而在社交媒体上招致了猛烈抨击 她被发现死于家中 巨和拉和雪莉英 他们都面对过狂热的 有时甚至是无情的粉丝 而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在日本 巨和拉在直播里泪流满面 她向雪莉道别 誓言要更努力的工作 更努力的生活 巡演结束后 她回到首尔的家 这是一栋位于清潭洞高档社区的两层砖瓦别墅 周围环绕着豪华精品店和餐厅 因为害怕一个人住 她不久前 邀请了一位以前的同学搬来同住 这位名叫巨多海 英 的朋友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 那栋别墅非常大 有时他们会从不同房间给对方发短信 晚饭吃什么或者九点就睡觉吧 她何惧何拉没有血缘关系 巨号人知道她的妹妹情绪低落 但认为她回来后情绪已经稳定 她说 她看起来比我想象的要好 她鼓励哥哥和嫂子要孩子 甚至还帮忙支付了看产科医生的费用 她似乎在期盼一个新的人生阶段 巨何拉去世的那个周末 巨号人提出要去看她 但妹妹说她要去参加一个聚会 11月24日周日 一名女佣发现了巨何拉的尸体 警方发现了一张哀叹她个人处境的手写纸条 并宣布其为亲生身亡 在巨何拉葬礼当天 她的哥哥得知妻子怀孕了 他们消失已久的母亲突然出现 要求获得巨何拉一半的房产 称这是属于她的法定份额 巨号人 她的父亲和姑姑提起诉讼 认为母亲不应该得到任何遗产 法官将她的份额减少到了40% 巨号人则申请修改法律 要求禁止在童年时期遗弃子女的父母继承遗产的任何部分 国民议会尚未根据提案人所称的巨何拉法采取行动 巨何拉的哥哥说 她对她的死基本已经释怀 我想清楚了 如果她的死是因为她没有其他办法了 而这个选择会让她的内心获得平静 她说 那么我尊重她的选择 而对于粉丝来说 关于巨何拉的记忆挥之不去 在日本大阪举行的一次K-pop颁奖典礼上 她的前组和Kara的其他成员重聚并推出了一首新单曲 两名演唱会观众挥舞着印有包括巨何拉在内的女团成员面孔的纸扇 她去世的时候 每天都很痛苦 我每天都哭 其中一名叫史田布夏美的观众说 每当她的忌日快到的时候 我就会想起她 又止不住眼泪 演唱会舞台上播放的视频中有巨何拉的镜头 但她的名字无人提及 在出发 我们等待这一刻 女团唱到 就像坐过山车 强者生存